今天聽說 家政有準備一首會流淚的歌對不對 要看我的嘴型 這個台語很難唸 因為我們今天氣勢用國語講的 這樣子哩哩浪 怕尊人的孫情竊 喔喔喔喔喔喔喔 彈一龍的啦 彈一龍的嗎 彈一龍的 彈一龍的 青春有鮮艷白茫茫 全無邊遊來小桑 看白有問心點檔 看我愛人魚之人 憲心淋到順情愛 戳到笑不來煮湯 我知道老劉是 陳怡良唱完這首歌 下一首就是阿郎阿郎 阿郎阿郎一唱他就說 你當灰酒族 你在幹嘛 因為當時 他有歌心症 對 他有歌心症 那一年比較久 你不用拿麥克風了 所以以前考歌心症 要唱藍天白零 我告訴你那時候 我去考第一次的時候 是因為我要歌心症 因為那時候登台一定要歌心症 包括中心歌廳 對啊 結果那天我就看到 孫叔叔在台上 他也去考 他考 因為那時候出什麼小精靈是不是 那時候出一個 跟陶大偉出了一個唱片 小精靈 他要登台 孫叔叔說 我看到了孫叔的風範是這樣子 他一站在台上說 各位評審 你們都知道 孫月是不會唱歌的 所以我現在要討一口吃 要生活討一口飯吃 我這樣子給你們舉個三個功好了 他舉三個功之後 他拿到歌心症 後面我不知道 應該拿到歌心症 然後我第二年 隔了一期又去跑 第二期我旁邊坐的誰 趙樹海 我說你來幹嘛 我每次到中心歌廳唱歌 永和中心歌 中和永和歌 永和中心歌廳唱歌的時候 他們每次都藉口說 你沒有歌心症 所以不要讓你上去 所以我就來考歌心症 那一次我們都大概運氣好一點 兩個都抽到 所以以前是要歌心症的 現在不用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民國58年以後 就是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 58年廢除歌心症嗎 因為60 開始 開始考 然後他因為希望每個歌手 能夠愛國 所以先要通過愛國歌曲這一關 因為我早上是在82還83的時候 廢除歌心症跟演員陣 OK 請回座 可以走了 可以可以 你有歌心症 也沒有登台的機會 我唱過 唱完他就倒了 是嗎 還有一種歌 這個實在是最後了 因為大家剛才所有來賓都認為 以我們今天準備的豐富資料 大家可以做三集 小劉哥哥那個念歌 念歌都還沒唱對不對 太多了 叫賣歌 念歌 職業 各行各業都有歌 對 你要看小劉你就 行行就唱完他都會 這個他厲害 這是他最紅的一首 不敢相信他年紀有這麼帥 好 然後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那是你對不對 不過最後請阿郎帶我唱一首歌 好瞎的一首歌 從頭到尾只有一句台詞對不對 對 池塘編 來來來來 拿麥克風來 你們有聽過小劉哥哥 我會唱 但是原來他有原來的歌詞 跟他不一樣 被他改了 他改得很那個 真的嗎 對 我們那個也流行 周圈圈 要錄之前 就有原來的歌詞 原來歌詞是怎樣 我家的詞打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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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發生的 這首歌從頭到尾就一句歌詞 他的副歌就一句歌詞 對 就一句歌詞 他的主 主旋律就是講夕陽啊 如何啊 然後講到家裡 副歌全部是這一句 什麼豔陽天啊 以前還有一個送你一個禮 我要送你一個禮 無表示你啊 阿姨啊 雖然是小小的禮 雖然是小小的禮 卻代表我的做人地道 你啊 阿姨啊 再重來 我要送你一個禮 唱完之後你也沒送我 對 都沒送 我都沒送 來 我叫你吃我家的池塘邊 原來那個不用嗎 OK 好 我們來唱 好混喔 從頭到尾 都是一句歌詞 你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傳真給我們 不對 傳真給我們 我們有機會再做一次 今天要謝謝各位任題的參與 謝謝